讨论说他有打钱 有会上行评会吗 让他们发言嘛 好不好 时任柯文哲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前一天才喊话要自行处分 接受党最严厉的惩罚 时隔一天却不愿多回应 但仍仅有会计师端木正 端木的声明是讲说 他们是做签证服务 但民众党这边却是说 记账加上签证 我们请他那个登录 天资本来就是要做的事 敏感话题李文宗不愿多谈 但前一天澄清记者会 公布的十七笔漏报误报的账目 几乎都有时任 竞总干事的黄珊珊签名 因此民众党中平会 将对两人进行溢出 我们没有把控好 这些应该要管理好的作业 但是不能因为人力物理不足 就对于相关这个作业 有所轻负 总干事他一定是要负起 最重要的责任 你应该自己要知所进退 那柯文哲也应该检讨 他用人到底这样子用 对不对 如果大家都说这个人不好 你还觉得他很好 那可能是你很奇怪 前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 公开点名黄珊珊 要负起最大责任 像这个各说各话 是在比哪一个人的公信力 比较强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件事情做错了 那你就把所有的证据 摊在台面上 民众党身陷假账怡云 拿出来的证据 却让外界物理看花 真一点说不清 不只让小草心受伤 也重创民众党和柯文哲的形象 不怕犯错吗 就怕错了不愿意认吗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订阅 民事新闻网